新北市泰山区某社区新任社区管委会主委,上任后发现社区财务出现入不敷出情况,怀疑有人谋不脏情势,自办科难查证,发现由物业管理公司聘股担任社区总杠事的刘姓男子,不仅侵占住户管理费,还案杠社区住户缴交的装潢保证金,共126万1920元,对刘男提告侵权赔偿。 并要求物业管理公司必须连贷赔偿。 新北地院认为物业管理公司未善尽监督之责,也必须与刘男共同赔偿。 判决指出,泰山区某社区于102年10月与物业管理公司签约,并由物业管理公司聘股刘姓男子担任总干事一职,该社区于105年8月改选社区管委会主委,新任主委上任后, 发现社区财务状况持续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,觉得是有蹊跷,案中自办柯南,从银行销账报表进行追查。 新任主委对照社区公共账户的入账资料,在逐一与社区住户确认,发现刘姓男子于担任总干事三年多期间, 代收的社区管理费、清洁费均未存入社区公共账户里,短少金额多达111万1920元, 并发现社区有三位住户进行房屋征修,流行总干事依社区管理规定所收取的5万元保证金, 施工后均未退还给住户,因此对流行总干事及物业管理公司提告请求损害赔偿, 虽流行总干事坦诚不讳,但物业管理公司强调,聘任刘南前,曾考核其道值钱曾在三家包全公司任职过, 没有任何涉及业务侵占不法情势,且以社区管委会有住户担任主委、财委及金委, 理应每月都会核对相关账单,不应迟至三年后才发现,因此物业管理公司不应付连带赔偿责任, 新北地院认为,社区管委会主委或财委都是义务职,并非专业专职, 若总干事刻意隐匿,时难发现,而物业管理公司难辞其咎, 判决必须与流行总干事共同连带赔偿遭侵占的126万1920元,但可上诉。 流行总干事侵占社区公款,地院判决保全公司判需连带赔偿, 本报资料照,分享。